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我知道呢 有许多的观众啊 给我留言 真的是我的铁粉啊 但是我并不想用铁粉来形容这个我的观众 因为我的观众跟我说白了 我们都是平等的 我们都是 对等的吧 你选择我 我也在选择你 而且呢 我也 我并不太想像某一些博主吧 隋大溜 因为呢 这个海外吧 华人呢 包括youtube 做中文呢 做反共呢 就是你要顺着大家的意思 为了点击亮吗 我并不想这样 我并不想 我也想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视频吧 说一些真话 说一些难听的真话 你看 这前几天吧 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 然后呢 中国开始报复 就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 就相当于你关我的 我就关你的 美国跟中国的热战没有在南海打起来 但是这个外交战打起来了 那个昨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在洛杉矶尼克松图书馆演讲 大概阻止也是相当于抨击 就讲那个中美关系嘛 要讲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然后呢 就大概一直讲 如果我们不改变 如果不改变中国的话 那中国可能就要改变美国了 我再三说过 不要有许多人的思维是什么呢 是说 中国人要中国政府 不 美国政府 美国人要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什么 错 当你有这样的思维就是错误的 就像台湾人 台湾人说 偏什么要问我们 我们台湾要为你们中国人民主事业怎么样怎么样 偏什么美国人要问你们中国人的事业 错 你 你这种思维模式证明你就是愚昧的 中国是你的敌人 你明白 美国人当年打败日本 打败德国 美国人死了这么多兵 难道是为了日本人民的民主事业吗 难道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吗 错 是因为德国跟日本是美国的敌人 明白 今天 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你要消灭他 明白 台湾也是 中国是你的敌人 你就记住这个就行了 不论说你要为 中国人的民主 做什么 中国人的民主跟你没什么关系 记住了 他是你的敌人 你要消灭他 当你你不消灭他 他就消灭你 这没什么好说的 就跟 枪了呢 两个人 对决 你不打死他 他就拿死你 没什么好说的 美国也是 美国要 美国当然他会民意上会讲我们为了自由为了民主的价值观 但是 我告诉你 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了 中国威胁了美国的利益了 中国的存在 对于美国的价值观而言 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的各个角度来 熬角 都是一个威胁 所以中国必须走向灭亡 明白 当然这个中国 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 就那个意思 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也是美国的敌人 没什么好说的 经常会有人讲 啊怎么样怎么样 打就打嘛 战争总是要死人了 知道 我是反对某些人说 总是反对战争 总是反对战争 那日本德国怎么什么时候能解放了 你总是反对战争了 就战争给了你自由 你别他妈天天以为你以为上街就能给你自由 你不扯单吗你 就战争给你自由 不是二战 日本能自由吗 不是朝鲜战争 韩国能自由吗 啊 本来和平就打出来的 自由就打出来的 哪有什么 我告诉你 你信什么都没用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就那么残酷 你内心再热爱自由就成六小波了 直接给你干死 对不对 斯大林干死了多少人 毛泽东干死了多少人 你他妈内心向往自由 那有啥用啊 一枪把你干死 有的时候子弹都不打你 直接给你拉到劳改营 给你劳改了 给你劳动改造 在半路上给你干死 对不对 你热爱自由能有啥用 那美国也是啊 美国同立战争时候 那华人们 那帮人 哎呀 我们就爱自由 你热爱自由有什么用 英国人不让你自由 那怎么办 战场见吗 这世界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这个世界是有道理可以讲的 那有军队干嘛 那美国搞这么大军队干嘛 啊 我一年花了七千多亿美元 要 那美国造这么多核武器干嘛 如果这个世界光讲道理就能讲得通 那要这些军队 要这些核武器干嘛 要这些航母干嘛 啊 动点脑子 所以我没法跟你们这帮傻鼻子进行思想交流 天天天天 哎呦 就说什么 就念个经 或者说 教堂 或者说穆斯林什么 清真是什么 在独裁者的眼中 那些都不是事 你跟李问斯大林 你问斯大林 你管你是教堂和穆斯林清真是还是什么佛教什么寺庙有啥用 你不听话 西伯尼亚给你流放 集中也等着你 对不对 中国也是的 你什么新疆什么维吾瓦族什么穆斯林什么 有啥用 习近平一想 集中也等着你 你信什么都没有 必须信我了 为什么 独裁者掌握了枪炮 掌握了军队 不服就给你干死 这个什么我说的 道理就这么简单 什么哪里都来自由 从哪里都来自由 战场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正义就 就叫做光亮和金光怎么样就有用的话 那打烂马吗 他就不会流放 在海外流亡 打烂马吗 他的故乡应该是在青藏高原 那他为什么 流亡呢 打不过共产党吗 到底就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那美国 美国一个大学生到了朝鲜 被朝鲜给干死 直接给干死 朝鲜他帮我骂蛋 朝鲜还什么还寄了一个医药的账单给美国 说大概是200万美元 说美国政府你要付这钱 因为这大学生在 在朝鲜被朝鲜给整昏迷呢 但各种残酷的手段都上了 然后到了美国死掉了吗 到了美国就死掉了 一个美国白人呢 美国人 真正的美国人 就是 传统意义上的 就是 标准的 二十几岁的 受过大学教育 死掉 就这样死掉了 美国公民就这样死掉了 那美国咋了 我说我要是美国总统立刻开战 你他妈杀我美国人我就来跟你干 那一堂年你他妈算你了你算老几 这世界就用军队说不算 国境线难道不是打仗打出来的吗 你打开地球一看一看 欧洲是不是二战打出来的 国境线 美国的国境线是不是打仗打出来的 你他妈不跟我讲打仗你跟我讲什么世界啊 我一跟你讲那个残酷的东西你就你就没法理解啊 包括许多台湾人 我多次说过我就要对台湾许多人民进行思想教育 他许多的独派啊认为呢 说我要独立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能干扰我 我要独立我不跟你中国中国过 就你要独立你要说我独立了我成为独立国家我中国就不能干扰你了 就你这思维就是错误了 你就算你是独立的国家 中国可不可以侵略你 有人说那你中国的侵略我侵略你又能怎样 啊 中国不是打了越南了吗 就侵略 中国超越战争不就是把他骂韩国汉城给占领了吗就侵略 就这样 就侵略你又能怎样 你怎么办 你独立你是个独立的国家 侵略你又能怎样 那美国不不直接干到伊拉克的吗 阿富汗的吗 叙利亚的吗 又能怎样你独立的国家你就能怎样 我就侵略你又能怎样 独裁者就说白的独裁者杀你 就是要杀你 怎么样 你能怎样 对不对 日本人当年在南京把你给杀了 杀了几十万就是要把你杀了又能怎样 这个世界就是独立做了赚 这个世界的独立 你又没想明白 刀剑之下 才有正义 明白吧 如果美国失败了 那就是德国跟日本称霸世界 你他妈的还还敢说什么话吗 啊 你还敢说希特勒坏话吗 啊 明白中国你都都都跪拜了 皇军万岁皇军万岁的 这就是世界 这就是世界 明白吧 他们胜利了他们也会说自己是正义的 明白吧 也会跟你进行洗脑 美国是中国的罪恶 英国是中国的罪恶 什么 中国是中国的罪恶 什么 明白 明白 如果不打仗 那又军队干嘛 经常有些 和平主义者 和平主义者的幸福恰恰是 战朝上的士兵换来的 就他们的牺牲换来了 对不对 之前我跟 这个美国有一帮人反战了 美国真的美国这帮人吗 美国什么人都有美国真的什么人 反正啊 不不要打仗不要打仗 印度甘地也是 也有这个想法 就反战争 绝对反战 绝对反战 任何战争绝对反 这个甘地呢 曾经啊 中国那个蒋介石 去跟甘地见面 甘地就跟蒋介石讲 日本不要打 不要跟日本打 不要动手 日本杀就杀了 就不要打 那蒋介石听完了以后 蒋介石就也没跟他说啥 甘地是什么思维 这个 曾经也发生过 好像是 犹太人对 德国的犹太人 被希特勒杀了 然后呢 甘地也跟犹太人讲 不要反抗 不要反抗 叫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不要反抗 杀就杀 你看 就这样 就这种人 甘地 还被西方奉为什么 盛雄甘地什么 都扯淡 我告诉你 你不要认为 历史上那个人是名人 你就值得崇拜 你不要这么想 如果你是这么想 那你只不过是 别人的思想 装进了你的大脑 你只不过是一个 人体的殖民地 就你的大脑 就是个殖民 人家殖民了你的大脑 你不要认为 那些人是什么名人 就是值得崇拜的 包括曼德拉 曼德拉 甘地 你不要认为那些人 西方把他们奉为一个 圣人 奉为一个 怎么牛逼的人物 你认为他们就是 牛逼的 扯淡 今天的南非 今天的印度 跟他妈甘地 跟那个曼德拉 就有直接关系 就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说 想来想去啊 这西方啊 想起了东欧啊 好像是 俄罗斯吧 普京 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 说这个西方啊 西方 好像是普京说的 我不知道是谁说的 他说呢 西方人啊 只是为西方人好 不可能为我们俄罗斯好了 后来我一听 打开世界地图 我又有了新的思考 这中东为什么这么乱 这非洲为什么这么地 这拉美为什么 独品猖獗 这东南亚为什么这样 我又有了新的思考 对不对 对不对这个 这个叫西藏 许多西藏 我的观众中有没有西藏的同胞啊 你不要认为我跟你讲同胞就代表说西藏就是中国的 我不认同这个观念 我认为中国自由之后 西藏新疆 你们全部独立啊 不要跟我们过 我们也不想跟你们过啊 你们该怎么弄 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 我问你西藏人民 你们知不知道100年前 190几年吧 英国 屠杀西藏了 西藏人民 因为当时是印度是英国的 然后英国军队就开始准备占领西 占领那个叫什么 西藏 沙俄呢 沙俄是占领了新疆 势力范围嘛 他也准备 抢西藏 你知不知道英国人 怎么屠杀 就仅仅有100年啊 大概只有100年那个时候 他是他是190几年发生的事 1900年以后发生了 英国开始侵略西藏 你知道他杀了多少人吗 他是怎么杀人的吗 怎么杀你的同胞了吗 你肯定不知道 你肯定不知道 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是因为共产党教育告诉我了 没有 共产党没有告诉我这些 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有一天我上网 我是看英文的嘛 我这一看 因为 西藏叫 Tibet Tibet 西藏人叫 Tibet 我一看 我一天 卧槽 西藏的历史 英国人曾经屠杀了 西藏人 我那一看这个 我吓我吓一跳 还有这套历史 后来呢 德国人曾经也到过西藏 澳战的时候 那中国当时中国人到西藏是不是侵略了 百分之百是侵略 百分之百 但是 共产党侵略 侵略西藏 又跟什么 又跟苏联有关 因为苏联卖的那个 就送给共产党轰炸机 这个轰炸机去轰炸了西藏 你知道 这段历史许多人不知道啊 这就是说 你不要认为读书是有用的 要看读什么书 你也不要认为 这个世界的真理啊 许多东西你能看懂啊 你可能这辈子都看不懂 因为你就是个垃圾 你明白吧 可能这辈子就像我的呢 我看那个高速 学啊 学极限 然后微积分 澳城积分 一直到有一个叫变换 叫做 不叫 叫什么 复利液变换 就再往下 我根本就没法学了 就学不上了 就人呢 人的认知啊 他是有极限了 包括我的视频啊 我的观众啊 就你们许多人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打我的认知啊 你们就过了 过了100岁都没用 所以啊 所以啊 这个世界啊 是复杂了 我也想了想 这世界真的是很复杂 这世界 我希望啊 中国人民 西藏人民 新疆人民 世界所有的地方的人民 都能享受到 自由的空气 和喝到干净的水 虽然我知道这句话是废话 但是我依然要说啊 因为这个世界呢 是虚伪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